他们往往的贷款的期限是十年到十五年 那么时至今日 第一波房贷的人 大多数已经把房贷还完了 有的人说你看这些人太幸福了 为啥 一路无债一身轻 不占你银行钱了 第二个呢 他们当初贷款买来的房子 基本上都升值翻翻了好几倍 你说这些人得多幸福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翻身的房贷款 他到底有没有彻底解脱呢 第一代贷款买房者即将还清贷款 十年房奴录 他们如今是幸福了 是解放了 还是只拥有纸上富贵 有谁能明了他们经济的酸甜苦辣 住房与人生梦想之间 房奴一词是否被过度解毒 老梁观世间 为您深度解析 你是什么样的房奴 听起来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翻身房奴把歌唱的故事 很多首批房贷 首批房奴 给房奴解脱 房奴 当年到现在已经把房贷还完了 这波人跟现在的房奴比又不是回事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方说2000年 2002年 2003年 这个时候你贷款买房子 那个时候房子总价并不高 可能贷款的额度也就贷个十万二十万 一般十年到十五年还完 每个月大概还一千块钱 多了也不过将近两千块钱 那么这个钱当初贷的时候觉得也不少了 可是我们算一下账你就会发现 当年的一两千块钱 要搁到现在 你看看还叫钱吗 与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年 2002年 2003年的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6860元 7703元 8472元 而到了2008年 2009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15781元 17175元 收入提高的同时 物价也在不断上涨 以北京为例 2009年 猪肉鸡蛋综合平均价格是 每公斤10.6元和4.9元 而2008年 则涨至每公斤15.38元和6.59元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节节拍升 也就是说 同样数额的钱 没有当年值钱了 一笔你就看出来 这个钱在贬值 那么这一贬值客观造成什么现象呢 你当初贷款的钱 它也贬值了 你当初借的钱 现在还完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手批房贷那些人 现在还完了 他们幸福呢 因为随着这些年 他们还贷的过程 你会发现 原来贷款那点钱 不算钱了 他的工资收入 翻倍往上涨 而贷款却没翻倍 他再还以前的钱 那不就好还了吗 所以说这批房奴的压力 极大的减轻了 现在一笔呢 当时的房价 还真的挺便宜的 那么我一接到银行的短信 负担就变得小多了 就是你货币贬值 跟不上的房价这速度 你这边贬值了点 那头升那么多 把这都充底了 所以2004年之后贷款呢 我认为那才能真正算得上房奴 那么什么是房奴呢 简单来说 就是买不起整套房子 付完首付之后呢 要向银行贷款 然后呢在银行还款压力之下 过日子的这样的人 我们管他叫房奴 每天一睁开眼 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 房贷六千 四川用度两千五 然而上幼儿园一千五 人情往来六百 交通费五百八 物业管理费三百四 手机电话费两百五 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 房奴一词的产生 并迅速流行 是在2006年 这一年房价大涨 而一组关注房贷族的艺术作品 包袱进入了人们视线 画面都男主人面色憔悴 黑色公文包挂在胸前 他与许多人一样 行色匆匆 但与众不同的是 他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房奴模型 始终勾楼前行 于是房奴这个名词又是而生 成为教育部在这一年公布的一百七十一个汉女新词之一 事实上 房奴指的是抵押贷款购房者 在生命黄金时期的二十到三十年间 每年用战科支配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甚至更高的股票偿还贷款本息 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 影响正常消费的人群 那么只要是贷款买房的人就是房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年的这个房奴啊 不算是房奴 我跟他们当初不少人接触呢 当年那一波2000年时候买房子 结婚 那大致都和我们年龄差 或者比我们小一点 这些人消费呢 基本70后或者85前这些人 他还相对比较理性 理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自己啊 都是有多少钱 我可不能欠银行的欠的 说我这收入一个月这些钱 我得算算哦 俩人合伙呢 你比较两口子 一个月还多少 我得能还得起才行 所以他按照自己收入的可控期望值来贷款 所以很少出现的呆账账账 最后还不起的房子给收回去 所以对那波人来说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他们讲 他不能算房 2012年11月27日 蓝州陈报报道了赵一波先生 2002年买房钱后的心路历程 生活变化 以及十年间还贷压力的变迁 现在每个月还贷800多元 赵一波周围那些正在背负巨额房贷 和尚未买房的80后们文听此言 无不用充满羡慕的眼神看着他 当这时候 仅比赵一波小四岁的陈冰 就会自顾自发的说 你800元能供一套房子 我的800元只能供一张银行信用卡 2002年 赵一波夫妇在蓝州市区 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 一个平方1300元 首付4万多 每个月按揭1100多元 这对当时一个月1000元前工资的 我们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十年之后 赵一波觉得当时的价格和现在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严格的说 刚买下这套房子的赵一波 是个标准的房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反而应该为当初的明智感到庆幸了 那么说都不能算房奴了 你现在还是无债了 完了还落套房子 生殖那么多 这些人不得幸福了吗 多好啊 也不能说幸福 他们既不能算真正房奴 也没有得到真正幸福 为什么呢 第一代房奴解套 可谓无债一身轻 然而如今的他们是幸福了 是解放了 还是只拥有纸上富贵 有谁能明了他们心理的酸甜苦辣 老良观世界 你是什么的房奴 正在播出 咱们先说最根本的啊 他当初贷款的时候 大小呢是个钱 你比方说他们两口子 一个月收入大概假如说加起来 在2003年前后假如说5000块钱 还款还1800 两口子一月剩3200 这是可控范围内的 他的花销什么的都能控住 可是这时候出现问题在什么呢 你不敢跳槽 不敢换工作 比方说啊 我现在 咱的一个月挣2500 你的月挣2500 你又要还1800 两人都挣钱 5000 去1800 去3200 没事啊 吃块够了 可是假如有一个人说 我这单位不理想 我想跳槽 万一没跳好 没跳成 你可能这几个月就失业了 得找工作去 那好你失业了 没有是工资收入了吧 你的另一半 2500 你俩一月就2500 2500再减一千吧 就提白了 就是都挣钱的时候 你觉得那点房贷不是个事 有一个一旦不挣钱了 坏了 先打下来 一分钱年老英雄案 所以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轻易不敢辞去稳定的工作 说白了 好多家庭因为有房贷 追求稳定 不敢是自己跳槽 或者奔理想的工作 所以你从这角度来说 首先这会儿早期的 这些真真假假的防奴 这些选择权受到很大影响 当然现在就更是如此了 那不用说了 现在 就说他的职业选择面会窄 第二个生活质量问题 你说这一月多了一千吗 我能干不少事 打了OK啊 买衣服啊 出去旅游啊 多吃两顿好的 那你为了还房贷 那不行 简易措实吧 降低原来的消费 咱们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生活质量 为此极大程度的影响了生活质量 就是买房之后都是贷款嘛 然后这个购房之后 每个月这个还贷 那基本上都占了公司的基本上一半 所以你看 这一套房子拥有 不敢轻易跳投 职业选择空间变窄了 生活质量下降了 再有一个问题 早期贷款买房的 现在很多都是这个结构的 就是 你比方说 小两口结婚 岳父岳母给拿点钱 公婆给拿点钱 假如说他们都是外地的 那四位老人把钱凑一块 要出个省户 现在呢 他们把贷款还完了 接下来面临的是 他们的上一辈人当年 是几乎把毕生的积蓄拿出来 没攒多少钱 到现在为止 你小两口 把两边老人